第113集 他相遇故知 看到儿媳妇不再作了 吕状元扭头 又看向跟在马车尾部失魂落魄 脸色惨白的小儿子 西娃子 怎么着 没吓着吧 吕秀才脸上勉强露出一个笑容 脑袋跟得了大病的母鸡一样 蔫了巴拉的 哎呀 别怕 那些臭汤兵的有什么呀 都是些纸老虎 他们真要有能耐 那怎么不上这沙敌去啊 虽然被吕状元干巴巴的安慰着 可是吕秀才脸色没有好上半分 那些抢劫的大头兵们仿佛就在眼前 拿着刀架在自己脖子上 爹 爹 咱们出关做啥呀 咱不是先回家吗 吕状元点燃了自己的汗烟 巴达巴达的抽了起来 白色的烟盖盖住了他的双眼 我寻思吧 这不是寻常的兵灾 这世道要乱的 所以嘛 咱们家得出去躲一躲呀 爹 咱们的皇帝打仗打败了 那咱们是不是要当王国奴呀 一汗烟盖敲过去 敲得吕秀才脑袋瓜子火星子四剑 那谁当皇帝跟咱有一分钱的关系吗 这是你该想的事吗 看着吕秀才委屈地捂着脑袋的样子 吕状元轻叹了一口气 耐下心思教导着 这败下来的大头兵这么多 那巴达是要改朝换代了 那兵灾后面还有大乱的 所以咱们出去避避风头还好些 这前辈抢了没事 只要人没事就好 那只要人活着呀 那去哪都行 我没来过四七啊 爹我就是怕 看到小儿子这窝囊样 吕状元就气不打一处来 哎呀你怕什么怕呀 这四七这儿的人 难道不是两个眼珠子一个鼻子呀 他还能多长出几个来 那四七比咱们那儿 那顶多那就是和多点 胡多点 这时旁边一直在安静聆听的 旅举人问 爹那这地界咱们也不熟 我其实也觉得还是待老家好点 也许没你说的那么邪乎 这闹兵灾你当时闹着玩呢 还没那么邪乎 哎呀 那你爹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我能算错咯 说到这儿 他紧接着又向自己的儿子解释 哎放心 你爹我早就想好了 那之前小道爷看地图的时候 我偷瞄了几眼 他们是要去梁国的 那路途遥远 咱们只要跟着他就行 那在他身边啊 那铁定安全 他去哪儿 咱们就去哪儿 那他赶他的路 咱们呢演咱们的戏 那谁都不耽搁呀 等到皇帝换好了 哎 也没了那冰灾黄灾 那咱们再回来呀 你看 是不是安逸得很啊 他会让咱们跟吗 这非情非故的 吕举人脸上露出一丝为难 哎 你看看 那当初那罐咸鸭蛋的作用 不就出来了 说到这儿 吕壮元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 还记得之前出关的时候 小道爷说啥了吗 后会有期 有缘再见 你别管他说的 是不是场面话 那既然他说了 只要到时候 咱姿态放低一点 那你们再卖个惨 对吧 那再加上之前 那块咸鸭蛋的交情 他能忍心哄咱们走 看到儿子脸上 原来如此的表情 吕壮元的脸上 露出满满的得意 强还是老的辣 你们呐 以后学着点吧 哎 别说的是 反正咱们唱大戏的 去哪都是唱 说不定 别的地价的人 还喜欢听咱们唱戏呢 还能多赚点钱 随着吕壮元 彻底把话说开了 吕家班的气氛 说说好上几分 纷纷畅想着自己的美好前景 马车走着走着 他们忽然看到前方路上 有几个黑球在滚 等他们靠近了 这才发现 是那十几个胖泥骨 在跟着马车呢 马车有六辆 轮胎印压得很深 看起来似乎是运 什么很重的东西 这些骨子好臭啊 爹 咱们走快些吧 罗绢化眉头紧皱 掏出手帕 捂着自己女儿的鼻子 你说的什么废话呢 你没看见那些四旗人 都跟着这些骨子吗 他们跟 我们也跟着 吕壮元望着那些 胖尼姑旁边的其他旅人 吕壮元经验丰富 四旗的人既然能忍着恶臭 依然要跟着这些尼姑一同赶路 肯定是有原因的 罗绢化眉头微皱 小声嘟囔 可是 这也太臭了 跟着那些骨子 一直往前走着 走了有一个时辰不到 吕壮元就看到 那些骨子们停了下来 开始大口大口的吃着干粮 看别人吃 吕壮元他们也吃 其实跟着这些骨子待久了 也没那么难接受 吃着吃着 吕壮元忽然站起来 带着几分激动的 向着那些旅人之中走去 那一位带着黑纱斗笠的男人 看起来腿脚有些不便 依靠着一匹老马吃着东西 当吕壮元走过去的时候 这人明显也看到了他的样子 吕壮元主 你怎么在这啊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吕壮元的眼睛顿时亮了 哎呀 是你啊 你是那小道爷的 话刚说完 那人就把头上的黑纱斗笠摘下来 露出赵武那张平平无奇的面孔 他相遇故知 在这个地方能遇到意料之外的熟人 双方都显得格外的亲切 交流一番 当吕壮元得知对方是去找离火旺的时候 脸上顿时笑开了花 嘿嘿嘿 你说你这腿脚不利索的 一个人走多危险呢 我带你去找他啊 刚好顺路 嘿嘿嘿嘿 只要把这人送到 那小道爷就欠自己一个人情了 他真要回绝自己 指定开不了这个口 而且这人是小道爷的师弟 说不定也有什么神通 这路上又有新的标识了 吕壮元热情的扶着赵武 来到吕家班面前给他们介绍 并且还把自己儿媳妇从车上轰下来 把赵武给扶作了上去 就在他们热情交谈的时候 旁边一句话打断了这个和谐的一幕 诶 赵武 之前不是听说你回家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吕秀才这一句话 让赵武的笑容逐渐消失了 他脸上似乎准备浮现出什么强烈的情绪 可是在外人面前 他最终还是忍耐了下来 哦 没什么 家里出了点事 感到气氛有些异样的吕壮元 立马举起手中的烟杆 就向着自己小儿子脑袋砸去 让你多嘴 我教了你这么多年 都教到那狗肚子里去了 叫什么赵武郎啊 这是你该叫的吗 没大没小 叫赵公子 看着吕秀才被烟杆砸得眼泪汪汪的 赵武连忙有些尴尬的劝 吕万主 吕万主 真犯不着这样 别打了 别打了 叫赵武郎挺好的 挺好的 就在他伸手拦的时候 一阵风吹了过来 吹迷了所有人的眼睛 当他们刚睁开眼睛的时候 多时都呆住了 只见那些胖尼固的马车帘子被吹了起来 里面白花花的一片 呈现在他们的面前 吕壮元看得眼都直了 哎呦 我的天哪 这好多银子呀